下面我们讲的是关于显行 第一个是气缸显行 气缸显行的两个关键因素 一个行程一个气缸出力 行程当然很容易把握的 我们在前面课程已经讲了很多的案例 就是气缸要出多少就多少 气缸的种类 每个公司它都有气缸种类的一个表 这种气缸是属于标准型 还是明理型 还是旋转 都有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个选择 这也很容易 最重要就是你气缸的出力 气缸出力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通过表这种来查到 比如说如果我一个气缸我冲下来 或者我要冲力是2000牛 2000牛你到0.5 工作压力是0.5怕的 基本上我们0.2到0.4我们很少看 后面的呢我们也很少用 所以我们就要中间的0.5 这一点数据来看 知道吧 比如说这么多你到底看哪呢 你应该看这个0.5工作压力 因为我们一般工厂里面 它使用的这个气压的这个压力 标准的压力 应该今天是0.6间 左右 那2000牛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找 比2000牛大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80钢键的 2500 这个稍微大一点点的 当然这里也有 但是你不要看这边的数字 就看这个5对的 5对一点就可以了 工作压力0.5的这一点 这样你就不用去公式计算了 我们一般怎么知道 我这个气缸的这个压力是多少 或者我需要的气缸压力多少 如果说气缸压力有两种方式 一般来说 如果你这个气缸 是只是一个传动 而非那种 冲的或者是压的这种功能的话 那么它如果配合的是轴 或者配合的是导轨 那么它可能零摩擦 但是它本身的物体的重 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这个就很小 就是说你的气缸的出力就很小 那如果说 比如说我这是一块板 我这个上面有个孔 我要有一个螺丝 或者我要往下压 或者有个什么东西 要往下压 比如说热容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有一定的压力 才可以实现 才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压多了也不行 压少了也不行 那这个时候 你气缸的出力 你就要算好 就要算好 算多大 算多大的压力 这个呢 你可以通过 你们工 就是一般工厂 它在做这种 飞标的这种之前 它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 它知道这个应该压 压进去多少 应该多大压力 当然一个物体的重量 我们的力 我们是可以通过 就是重量 我们可以通过 sitwork这个软件里面 直接进去生成的 在质量属性里面找得到 好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都已经讲过 怎么样知道 一个物体的重量 你必须要在sitwork里面 先把它的材料 赋予给它 然后就可以找到 它的属性了 质量属性 就得知道它是重量了 这里呢 我们就 就直接 比如说我得到 我想要是2000牛 那么这里就直接找到 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计算方法 是你通过这种公式的计算 比方说你如果是 如果是2000牛 2000牛 那么0.除以0.5除以π 乘以4 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2000大概是多少 得到的数字就是跟我们这个数字 非常接近的这张表格 大家可以把这个0.0 这张表格和这个东西 可以大概的拍下来 对你工作非常有利的 在网上也有这些 这是气缸的一个计算 我们来算一遍 比如说如果是2000牛 然后呢 除以0.5 然后除以π 乘以4 然后开根号 得到的是 重来重来 F是2000 除以0.5 除以3.14 然后乘以4 5095 对不对 5095 然后开根号 就是71 那71就是83 你找80钢进的 你找80钢进的 然后你们看 80钢进 2500 看到没有 这个是第五 所以你2500 要比它大一点 所以要2500 这是80钢进的 对应 这里要提一下气缸的这个钢进 不是以它能活感的距离 活感的直径来的 而是以那气缸机身的 它的中间的活塞 的这个 就是那个空序 怎么说 这气缸的内定 你表面上看 看不到的 第二个就是电机的功率的计算 电机的功率 这是P等于F乘以V F乘以V 这个F就是输送物体的重量 比方说 我们这里有个案例 这里有个案例 如果这里有一个输送弹 宽度是这么多 然后长度这么多 那这里记得每个单位是什么 传送的速度 自动多少 这里有一个计算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知道它输送的重量 怎么知道呢 输送重量 你看 这个上面40公斤 自动40公斤 这里120公斤 然后呢 这是千克 对不对 所以换成牛 所以要乘以9.8 然后呢 它这个 输送的长度是65米 所以要乘65 然后 它的一个 这个传送的速度 我们以0.2 0.2 这个摩擦的系数 我们以0.2 我标准 然后这里就是多少牛 然后无一速度为0.02米每秒 这是它已知的速度 这是每秒毫秒 然后呢 这里就会出来 这个工具是多少瓦的 就可以了 这是典型的这种输送带的传动 像机械手的这种输送 机械手 什么方面来说 也是像输送带的这种传动方式 它的计算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做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 但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算出来 比如说如果你是407瓦 那么你这个电机的这个功率 就应该比它大一个层级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 一般来说是100 200 然后400 然后就是750 然后呢 就是1000 然后就是1.5千瓦 所以它都是有这种层级的 中间的数字基本上很少碰到 所以如果你是407瓦 那么你 这应该选择多少 750瓦 750瓦 这是电机的功率的计算 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考给大家 还有电机功率的其他的计算方法 这个其实看这张表格 他可以知道 如果我这上面有这种截屏的 大家可以输入这个网址 输入网址 然后通过网址里面 输入这些参数 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电机的功率 比如说这个是 意大利伊拉泰的这个皮带 你注册进去之后 然后输入比如说 相关的这个数据 你要什么样的 传送的一个皮带方式 是软弧的 还是微带的这种方式 还有你的同步能的大小 这些输进去之后 还有你的物体的重量多少 还有传送的方式 他会自动帮你算出 你需要这个多少功率是多少 电机的功率 比如这个0.75千瓦 750瓦 这上面都已经算好了 再下面呢 就是斯刚的显形 斯刚的显形 我们虽然 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是米兹米的 米兹米的成本很高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计算的 计算的这个公式的 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也再去买别的斯刚的类型 对吧 别的一个供应商的斯刚 这个呢 是米兹米的一个网站 它的一个网址 它上面呢 你选择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单轴机器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斯刚传动 它里面带有滑轨的 你在这里选好了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算出 会自动帮你算出 你这个斯刚和四复电池需要多少网 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在计算结果里面 这里我就没有截图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用到斯刚的话 斯刚传动最好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计算 再一个就是减速机的显形 减速机的显形 我们一般来说 在常见机械手会用到VRS F这种类型的 但是有一种这种功率的机械 这个减速机呢 还是非常的好的 在高 高刚性 高那种刚性和大容量 这个也是用的非常多的 国内有很多的减速机 都是模拟这种新宝的减速机 如果大家应该在淘宝里面去搜 就可以看到很多 好 第一个就是同步带轮的 这也是标准件 像同步带轮这种东西 我们都不要去跨 如果说你要超一个同步带轮 你还是去数它多少尺吧 不用 你只要去量一下它的外界 量一下它的外界 一般来说 它的魔术 我们稍微卡一下就知道是5啊 结局是5啊还是8 一般都是5、8、3这么两种 3M、5M、8M 这是两个圆弧 两个尺之间的距离 把这个稍微一卡一下 然后外界知道 那你就自然而然知道它的尺数 知道它相关的参数了 这都是标准件 都可以得到的 另外一个我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看的知识呢 就是米斯米的一个安利库 这个上面呢有很多 有很多各式各类的一个机构 我相信在自动化这个领域 基本上 这些机构很多都用得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 因为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这个它不仅仅会告诉你这是用什么机构 就是这个机构是怎么样的实现的 用到哪些标准件 它都会全部标出来 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上面 它会提示有设计理念 还有它的一些标准件 3D档都会提供给你 而且它还有罢价 还有它的一个价格的参考 这些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知识 可能如果有一些朋友 不知道的朋友 最好要记住这个安利库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它比你在网上去下载一些3D的机器啊 或者在学校里面老师讲课慢慢慢慢的去讲这个机构 讲了一年还不如去自己看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成本 因为它米兴米成本比较高 尽量的植物 我们说用它的机构就可以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自动化常用的材料 比如说一般的我们铝 还有这种 这个资料的我都可以考给大家 都会考给大家 如果说是 买了我的视频教程的朋友 我都会把这个资料考给你的 那以后工作当中你常用的一些材料 基本上这些材料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 这上面最主要的还有它的成本 多少钱一公斤 这有一个参考 比如说这个不屑钢的303和304 还有这个45号钢 还有SKD11的模具钢 电幕啊 方通啊 还有铝材 这些用的非常非常多啊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在做自动化的时候 我们通常在前几年没有什么 什么标准件的3D文件可以画啊 我们自己慢慢的从电脑里画 但是呢 现在就慢慢的转换为 就是啊 供应商他自己啊 标准件的选行 他自己有3D文件 比如说这个塔达的四伏电机 他都有下载的3D文件啊 这个是他的网址 那这里呢 是上映导轨的一个下载的网址啊 3D文件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址也可以插下来啊 可以可以自己输入就可以找到 还有星宝减速机的一个下载网址 这星宝减速机 这个非常 如果用减速机的话 建议大家用这种选择的类型方式 他会他会帮你找 他对应的四伏电机的厂商啊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功能非常强大了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们这节啊 和上一节那个啊 就是七个传动的课程啊 就差不多了啊 那其他常用的自动化的零件 我们最好选择 比如说米斯米 雅德克 SMC 橫克高 等等这些标准件的显行软件来做啊 很多个自动化是少不了这些像这种 显行的这种软件 这个是少不了的啊 如果没有用过显行软件的人 赶快用 否则的话 你找工作的话 这是一个大难关啊 如果没有用过的人 你找自动化 那是一个大难关啊 最好自己在这里面多操作几下 对你非常有帮助 我们这课程呢 这里只是一个 一个大概写的内容啊 因为我们很多 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的课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啊 如何看到我所有的课程呢 就是在优酷里已经有很多的课程 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课程 我设置的密码啊 可能是要收费的 如果真正想学习的朋友 我相信也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些知识 某些知识应该是跨越性的啊 所以说如果如果你在课堂上 你学的模模糊糊 还是似懂非懂的 那么在我这个里面呢 应该有些知识 应该可以跨越啊 可以跨过这个难题啊 上面呢是我的联系方式 在这里呢 我也感谢呢 比如说优酷网啊 给我大力的支持 谢谢一些网友啊 来捧场看我的一些视频 如果如果工作当中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 特别是买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会应该说啊 二十四小时的服务啊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啊 然后呢 看我能否啊 助你一臂之力 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如果还有一些朋友 他想了解了解 某些方面的知识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会后面再增加一些 更具体的视频的 后面一些视频呢 如果我上传之后 买过我的视频的朋友呢 都是免费的 都会免费的 我本人的位置是在东莞市牌 如果说有离我比较近的朋友呢 也可以欢迎上门来拜访 上门来求学都可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